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在这个背板上面我稍微给它加厚了 现代五弦琴等于是根据它的弦的排列在单门打造了第五弦琴 尤其这根弦呢它对低音的弥补确实起到了一个极大的促进 那个低音琵琶家的声音低沉 宏厚 所以我们跟曹师傅在做这张琴的时候有一个原则 这个声音呢又有一样的自身特点 尤其像中文院学院嘛也做了很多的尝试 他们愿意追求高声波啊 中声波啊 还有低声波 他就能把这个音色更加丰富 那么从五弦琴上来讲呢 这也是专门给他们做的 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排柄效应 那么在定音的方式上呢 采取跟按一个整八度走来做一个调整 清除了排列好之后 逐步的调向 第五个弦的低音呢 也是根据现在的这个音乐家演奏的要求呢 特意地打造的第五弦 那么实际上从音域上增加了很多 而且它变为一种特别有风格的读斗乐器 唐代的四弦曲像琵琶琴头呢 采用是直头曲像的螺电工艺的一个装饰 在音域方面没有一个详细的记载 当下用的最多的这种琴 现在四弦琵琶吧 高音琵琶呢 弥补乐曲当中高声 低音琵琶的钢绳的弥龙弦 更能彰显啊 这种低沉的厚度 我们复制的这把唐代五弦琶琶呀 参考于这个唐代的藏琴的尺寸 木料呢 选用的花泥木 废板到副手 全部是用这种彩绘啊 锅电的这种工艺啊 加以镶嵌 现在五弦琶琶吧 第五个是琴呢 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阴诚上的关系 作为粗线吧 从低音符 作为一个弥补吧 小五弦琶琶吧 专门为我们的儿童来制作 从琴头上 从琴体上 更为瘦小一些 并于儿童能更好的学习 使用 来 稍微等一下啊 来 好嘞 好嘞 好 来 试试快点 可能其他小朋友会按照平常可能会觉得手那块儿可能会 他实际上走的这条路嘛 是我比较欣赏的 毕竟我们的好东西不能没有人记上吧 对吧 所以我们要求一定还有继承 继承好了之后 更加的传播发扬广大 这也是我的一个心愿 试试快乐 现在开始商计投项 這麼多的时候 不必想有力 本沚道 内处 年轻的时候把它实际上是当作一种是谋生的 多年之后感觉这是我生活当中一部分 随着就是不断地研究它 品味它 这个真的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文化的宝藏 我们能够从事它 我感觉这是我的一种荣誉跟骄傲 觉得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它给传承下去 我想五线的皮革将来的发展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